位在淡水区中辽里有一座市民农园为了推广有机种植 这一座农场是由农会福岛由原本的地主将3000多坪的农地进行分租 开放给民众来作为自己的小小农场 而从102年开始发展至今已经三年农园的主人 却每年都将农场里面所收成的蔬菜水果等作物 竟由农会运送到淡水社会福利大楼里头的社福单位 要来帮助弱势民众 中辽市民农园的面积总共有咬头咬里头 现在来这种人最均一两百人 现在大部分我如果有就叫农会来采了 一次差不多要有一两百均 一两百均台经 像我当地栽区有栽一些地瓜 还有地瓜叶 冬瓜 南瓜 那我们设立这个市民农园最主要就是说在配合新北市政府 倡导就是说有机栽培无毒荣业的管理 那我们这样一个栽培方式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淡水融会就是说除了平常的话就是提供种苗 那个菜栽 毁料 帮助我们这个市民农园的那些种植户 减少他们一些开支 淡水中疗市民农园以推广有机耕作作为理念 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邀请专家教授有机无毒观念课程 以及天津实作技巧 让市民陈租户能够轻易上手体验跟做 在经由农会提供种苗有机肥料等工具 而这座农场成立初期农会鼓励陈租户 将收成的七层浇油淡水区农会捐赠给若氏团体 而这个方式也开启了市民农园持续对若氏团体的捐赠之路 那我们种出来的这些蔬菜的话 我们是那个七层的话 就是留给那个农户来自己食用或馈赠亲朋好友 那三层的部分的话就是由农会协同我们这个园长 就是说一年里面都不定时来捐赠我们淡水那社福中心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兼菜的一个这样一个活动 能帮忙那个社福中心减少他们一个采买 那最主要就是说让他们吃到的是 我们自己在意种的一个有机蔬菜 也希望说这样一个种植能 对社会上能抛砖引力 让更多的人来共享盛极这样一个活动 但雪区农会以及市民农园园主张富雄等 一百八十多位热心的成租户的共识之下 持续将友善种植的蔬果捐赠给若氏团体 而三年多来已经捐赠了将近有四千斤的蔬菜 农会表示以有机概念推广市民农园推出以来 获得热烈的回响 而今年市民农园园主张富雄更汇集了刚采收的地瓜 还有冬瓜、南瓜以及地瓜叶等农产品 共有150斤一起来做爱心捐赠 借此抛砖盈域 希望往后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胜举 记得是段一旦水财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